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星島中文電台台興與盛大活動 時事觀察集結號特別版 全球直播約定你 只限 STV YouTube 會員免費參加 歡迎現場提問 與美國已至全球聽友互動 主港嘉賓 三藩市市參試 陳詩敏 麥伊伯雷史議員 馮家輝 香港作家 余飛 主持人升到日報美西版社長總編輯 梁建峰 由美國華人生活到美中關係 談天說當下 暢所欲言 日期美西4月29號 時間早上8點半 即香港4月29號 晚上11點半 各位聽眾大家好 這裡是星島中文電台對話韓人節目 我是韓人 這個星期台灣成為熱門話題 蔡英文去美國見了一次國會眾議院議長 麥卡錫 換來的是解放軍環島演習 這次演習和上次佩洛西來台灣那次有些不同 和實戰應該更加接近 看解放軍東部戰區製作的模擬動圖 不單止海陸空三軍齊出 而且還出了火箭軍 導彈和火箭炮的彈著點 真是四面八方圍著整個台灣島 還有兩枚分別落在台北和高雄 你說如果到時實戰真的這樣打 蔡英文都不知道能走到哪裡 解放軍這次軍演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武器有兩樣 一樣是航空母艦山東號 第二樣是陸軍有一種叫做遠程雙式的火箭炮 解放軍現在有三隻航母 最老的那隻是遼寧號 不知道是不是進了港保養 這次沒有出來 最新的那隻叫做福建號 下水沒有久 相信還未形成戰鬥力的 所以也沒有延伸 參加演習的山東號戰鬥群 守住在台島的東北面海域 它的作用應該是準備應對到時可能會出動的 美國和日本的海軍 而那款遠程雙式火箭炮就是西非尼 據說是裝了制度系統的 射程500公里不單止打到台灣的西岸 還可以越過整個島打到東岸 也就是說它的火力能夠覆蓋台灣全島 它最厲害的是性能介乎大炮和導彈之間 既可以像大炮那樣不間斷密集發射 也和導彈一樣可以精確鎖定目標 而且價錢便宜到沒有人有 相信是大陸為解放台灣而專門開發的武器 到時不要說萬箭齊發了 三幾枚在幾分鐘之內一起射過去 台軍的指揮部、港口、機場、機地、軍營、陣地還會有多少席 據說演習期間解放軍的一艘軍艦和台軍的一艘軍艦在台東海域近距離對峙 相隔只得幾海里 台軍艦 你已經進入了我的24海里輪接區 再走我就要距離了 解放軍回答 你的這個所謂輪接區不存在 誰對我左頭左勢就是台東 講明在大陸眼中 什麼界線都已經不存在 再沒有人情好說 當然了 講到尾都是演習 給你看的未必是真的 到時真的打起來有兩個可能 一是這樣的演習嚇你 實際上沒有那麼厲害 一是殺手鐧都還未出光 拿來真打的那隻可能更厲害 那就看台獨博哪樣 夠膽的就玩一局大的 不成功變成人 兩岸固然緊張升級 在國際上消息對台灣也更加不利 法國總統馬克龍去中國喝了一支茶 聽了一支曲之後 膽識果然大有掌進 馬上跟美國唱反調 他說 歐洲不單止要戰略自主權 還必須避免捲入美中在台灣問題上的對抗 美國國會參議員盧比奧聽到他這樣說 立即彈起質疑馬克龍能不能代表歐洲 人家法國是歐洲大國 對歐洲談談自己的意見 這樣也不行 你美國是黑社會大佬嗎 難道馬仔不想再跟你碰毒品的飯 你就要動家化嗎 其實歐洲要戰略自主 做不做得到還有疑問 但是不願意捲入台灣問題 是最容易做得到的 根本就是提中應有之意 時到今天 連美國自己都承認只得一個中國 只不過是為了利益講一套做一套 看看可不可以將這個兩岸分裂的現狀 盡量維持得久一點 歐洲和台灣離天隔壁遠 涉及的又是中國這個強權 他有什麼理由跟著你美國得罪中國呢 美國在中東搞搞鎮的時候 法國都曾經陪他顛過 但是實際得益就沒有多少 如果美國打中國 歐洲不會計下得失這條數嗎 百幾年前八國聯軍打中國 好像吃生菜那樣吃 那時候當然是好玩 但是今時不和往日 現在和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打一場仗 整個西方合起來都未必有贏的機會 不過包吵頸的人什麼時候都會有 假設中國解放台灣 美國組織聯軍出兵救台 相信都會有一些馬仔相除 在亞洲就是日本 在歐洲會是英國和立陶宛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 馬克龍又真的代表不到整個歐洲 第二個不用說 這個立陶宛就真的要說一下 因為他近年在台灣問題上非常高調地挑釁中國 以至外交關係過級 又曾經和美國專題密切討論過 印太地區戰量 十足強國那樣的 他雖然只有豆腐潤這麼小 但是地處波羅的海沿岸 有一支海軍總噸位應該不夠一萬 兵員六百 有船九隻 其中五艘是掃雷艇 四艘是巡邏艇 要把這些家庭都拿出來 組織艇隊去救台灣 是做得到的 經卡特加特海峽進入北海 然後在大西洋南下 兜過非洲好望角 入到印度洋 再穿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太平洋 過了南中國海就是台北海 行船加上沿途入有補給 大約一個月左右應該可以到 不過要求神拜佛保佑 千萬不要有大風大浪 因為那些艇只有幾百噸 遇到六七級風都十分牙烈 九級以上幾乎在沉緊 中國的陸軍號稱世界第一 在地面打仗不太害怕 但是海軍對抗就不能夠大意 海軍力量世界第一的美國 加上曾經的老牌強國英國日本 再加上自稱波羅的海之府的立陶苑 即是一流二流 一直到九流全部齊 你都別說不得人怕 現在聽了馬克龍的最新表態 看來法國不會參加打救台灣聯盟 德國和歐洲其他大多數國家也不敢來 來自美、日、鷹、立聯合艦隊想救台灣 在中國落點不差一米半米的陸基導彈面前 在好像沈胡椒粉一樣下來的軟箱火箭炮面前 勝算實在沒有什麼把握 所以馬克龍叫歐洲不要在台灣問題上做美國的馬仔 所以對台灣來說真的不多恭喜 不過台灣有沒有好消息呢 有在菲律賓 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斯答應美國 為他提供多四個軍事基地 最近那個來台灣不過大約四百公里 四百公里之外就有個美國軍事基地 戰機二十分鐘早就到 你這條簡直就是台灣的救命稻草 你回無死了 但是台獨又不用高興得太早 因為小馬克斯提供這些軍事基地是有條件的 不能夠拿來攻擊中國 而且這件事情現在在菲律賓都還不一定成事 國內的反對意見有些強大 小馬克斯的姐姐是國會議員 他都不同意自己的弟弟的這個決定 前總統杜特爾特就更加是強烈反對 所以台灣想靠菲律賓這個四百公里外的基地來保命 也都不多靠得住 那麼台獨不是沒有路可走嗎 有個句說個句我認為真的沒有 就這樣說得到 你會不會有什麼小的負責 然後你會不會有什麼小的負責